进到超市不仅无视戴口罩规定 还拿塑胶袋舔来舔去 宣称以病毒攻击病毒才能增强免疫力 美国这位有上万追踪的网红妈妈 把到处乱舔的影片po上网 防疫观念零分让网友都吓傻眼 直呼真的没救了 民众不配合政府防疫 让白宫防疫大将佛奇都摇头 美国连两天单日确诊破14万例 针对是不是要强制戴口罩 接不接种疫苗 民间和政府各自争论不休 然而不满严格防疫 也同样在澳洲发生 澳洲人回到南澳洲 代表选手回国还得多隔离14天 引发各界抨击太过严格残忍了 但由于澳洲疫情仍旧严峻 国内紧缩旅游限制 除了从东京直飞之外 前往南澳全都得多隔离14天 严守边境管控 因为澳洲国内疫情失控 现在又传出首都坎培拉 出现一年多来首起本土病例 当地周四紧急宣布封锁一个星期 40万居民被迫呆在家 尽管政府呼吁民众不要恐慌抢购 但赶在封城前夕 超市还是挤满人 随着疫情升温 澳洲政府只能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TVBS新闻中不倒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